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中心皇后现阶段黑方很难有机会撼动他 这个局面下黑方会在未来变得很难下 所以这首棋 当黑方已经看到白方骑士敲过来之后 可就不能简单的骑士敲到中心了 而是选择比较常见的主教C5 这边就会有一些骑名号体了 诶 那这首主教C5虽然看起来是两支武器威胁骑士 但是白方不是可以直接骑士炸骑士吗 这样子白方直接骑士炸骑士 黑方如果选择第一兵敲的话 那黑方不就不能入宝了吗 那如果黑方选择第一兵敲的话 那黑方不就中心叠兵了吗 如果白方真的选择骑士敲骑士的话 既然黑方第一兵敲不能入宝 第一兵敲中心第二兵那该怎么办呢 是的 就是这一步棋 皇后F6 各位有明白这部皇后F6的目的吗 是的 就是用皇后跟主教配合威胁F2兵 威胁萨骑 同时也用皇后保持兵型完整的情况下 皇后敲C6 所以因为有这手鞋的存在 假设他如果选择保护F2的话 那黑方一个敲过来 那黑方兵型结构还是很完整的 也是因为有这个皇后F6的存在 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少用的就是骑士敲骑士 而是选择主教给骑士生根 如果黑方继续来威胁骑士 那白方就继续生根 形成这个阵型 白方就继续生根 然后黑方就依然的出骑士准备入宝 而白方也可以选择直接出主教 准备入宝 但实战中 黑方他走主教C5之后 白方还没有选择这手主教给骑士生根 他选择的是退骑士 打一个先手威胁主教 而白方这手打先手 黑方他选择的是B开 走主教B6 轮到白方了 白方选择的是骑士NC3 黑方选择的是出骑士 准备入宝 白方这手想说 你骑士不走NG1期 你选择NF6 不是刚好被我牵制吗 所以白方就直接过来牵制了 而黑方这边也逼着白色表态 你要嘛选择保留牵制 要嘛选择交换牵制 如果你选择交换掉的话 那黑方直接便宜了 直接一步骑就把皇后复活了 那实战中白方所选择的是保留牵制 好黑方这手骑走了一个小兵D6 各位奇迷不妨这边暂停看看 看看这手小兵D6好像怪怪的耶 黑方好像有事情了耶 各位奇迷应该会觉得 诶白方不是可以选择ND5吗 直接来邀请强迫对牵制的牵制做计划 如果你黑方选择路保的话 那白方只要骑士炸或是主教炸 不管谁炸你不能皇后吃你只能小兵吃 那这样子不是直接兵型爆破了吗 所以难道是说 这位意大利冠军 他走的小兵D6是昏招吗 好的 让我们看对局下去吧 白方这位波兰冠军真的来了 骑士ND5 好的 各位奇友 轮到黑方了 黑方这边实战都没有选择路保 这边不妨咱们来暂停看看 来思考看看 到底黑方走什么呢 好的各位奇友 你们是不是有人想到走小兵G5呢 这部小兵G5 虽然不会造成兵型迭名 但是小兵G5也不是最佳找法 因为这种小兵G5 毕竟黑方的网易的兵群 有点太过空洞了 而实战中 黑方所走的找法 也被收录在很多战术教科书里面的 就是这部棋 骑士敲兵 各位奇友啊 气候啦 这种气候到底是什么思想呢 跟各位奇友讲一下 白方最佳点就是选择主教回撤 因为如果不选择主教回撤的话 如果直接接受气候 就跟实战走的一样 如果选择直接接受气候 那黑方就要有非常经典的五步杀了 各位奇友想想看 开始连将杀啦 好的就是这部棋 主教配合骑士炸F2 一个先手将军逼白色走王 在一个先手将军逼白色的王 只能够无奈的跑到王D山 在一个先手将军逼白色的王 只能无奈的把忠心骑士敲掉 在一个先手将军逼白色的王 只能无奈的走王F4 最后一步骑士回弹 将军一步杀 各位奇友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气掉皇后五步杀计划 所以这首棋 这位意大利冠军 特别在这个局面下放了一个小兵D6 诱导白方走了一步ND5 以为有战术签字破坏兵型结构 实质上是损失兵的 如果你选择获得皇后 直接被黑色所杀起了 所以正确的找法 这首棋走完小兵D6 如果白方看清楚黑色的隐藏目的 正确的找法 还是应该先走主教 给兵生根 好的 那下次伯根又会分享什么精彩对局呢 咱们下回再说 你们的点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就是我更新的速度 谢谢 这里是Bougain的夕阳期 来个傻定个月 下回好期不迷路 跟他后期